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韩国西南海域沉没 导致295人遇难 9人失踪 政府去年3月把克伦打牢出水 并在船体内发现了4名遇难者的遗骸 但目前仍有5名失踪者的遗骸没有被找到 文在寅总统昨天在社交网络上发文称 郑重向四月号沉船事故遇难者家属和全国人民承诺 将彻查四月号事故真相 文在寅总统本人今天将不会出席悼念活动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4日同率领艺术团访朝表演的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 两人就朝鲜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 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以及国际局势深入交换了意见 有分析认为在南北首脑会谈朝美首脑会谈举行之前 中朝两国首脑上月底在北京会面探讨了半岛无核化问题 金正恩和宋涛此次可能是在中朝首脑会谈的基础上 进一步就无核化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宋涛率领艺术团访问朝鲜是为了参加第31届四叶之春国际友谊艺术节 该艺术节是为了纪念朝鲜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的诞辰 每两年举行一次 清瓦台15日表示 2018年南北首脑会谈的韩方标题是和平重新开始 南北首脑会谈不仅是双方首脑时隔11年召开的会谈 同时也是催化朝美首脑会谈对话的先导性会谈 和平重新开始的标题寄托了全体韩国人 期盼借此开启世界和平的愿望 据手机行业15日消息 三星电子上月推出的智能旗舰手机盖勒式S9和S9 Plus 在美国权威杂志《消费者报告》上分别以81分荣庸冠亚军 盖勒式S8则以80分获得季军 盖勒式S8 Active和盖勒式S8 Plus紧随其后 三星手机包览前五名 消费者报告评价称 盖勒式S9和S9 Plus再次提高了智能手机的整体性能水平 尤其是耐用性、处理速度、立体声音响 结合两种生物识别的智能扫描功能等是其主要优势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韩国新闻三分钟 我们下期再会